德撒洛尼前书 德撒洛尼前书第一章 宝禄和希尔瓦诺及蒂茂德 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撒洛尼人的教会 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 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 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 不断地在天主和我们的父前 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 因爱德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奸人 天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知道你们是蒙照选的 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仅在乎言语 而且也在乎德能和圣神 以及坚固的信心 正如你们也知道 我们为了你们 在你们中是怎样为人 你们虽在许多苦难中 却怀着圣神的喜乐 接受了圣道 成了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 甚至成了马其顿和阿哈亚重信者的模范 因为主的圣道 有你们那里 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 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 也传遍了各地 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 因为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 说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怎样离开偶像 皈依了天主 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 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 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 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